再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农业消息 卓西乡苦茶树栽培面积是全国之冠 虽然去年受到了风灾催落部分的苦茶树花苞 使得今年产量稍微减少了些 不过在农民细心管理之下 苦茶子品质不减 有将近三分之二都采有机栽培的苦茶树产销第五班 目前也正积极地采收苦茶子 预计最快11月 当季先采冷压的苦茶油就可以上市 看着苦茶树结石累累 整年辛劳也化为甜蜜果实 农民也开心采收 今年一次啊 这个就是满意了 主席乡是全台苦茶油最大产区 每年双降时节正式采收的好时机 不过由于受到极端气候的冲击 去年风灾催落部分苦茶树花苞 以至于今年产量稍稍减少了些 农民班员不气馁 江树上硕果仅存的茶子细心招料管理 成果也不错 几年的小果都看起来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也都蛮大颗的 然后好好也躲过了那个山土耳台风 也还蛮担心的 后来雇谷神山发挥作用 那个担心变成安心了 而相当重视食品安全问题的 卓西乡苦茶树产销第五班 配合农政单位以及民间有机认证机构的辅导 推动有机生产 20多位农民班员就有将近18位 全已有机栽培管理生产 希望能够提供消费大众 有机健康安全的农产食品 那我们就是炒油机的那个方向去做 所以现在有24个的话 好像应该目前有18个 那就等于 三分之二了 对啊 三分之二了 所以和你的油应该都很安心 对啊 而且我比较就推广 就是用产销班的奖励金 去补助一些 就是说那个班员 就是说补助他们三分之一 去三成 那对他们的那个负担会比较少一点 卓之乡苦茶树第五班 目前所有班员正紧罗密谷的采收苦茶籽 准备载运到新竹有机苦茶厂来炸油 预计最快在11月 当季先采冷压的苦茶油就可以上市 由于产量不多 班长李建国也希望消费者可以提前 到本市专业来预购 使用当令新鲜安全的农产食品之际 也进一步来支持部落的有机农产业 记者张敏太石玉兰卓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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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